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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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向顾兮兮告白 你总算决定了 帮我想一个浪漫的告白方式 浪漫的 让我想一想 你慢慢想 李思诚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给我老婆探班的了 这么多吃饭 她怎么在这儿 我们之前订的那些模特突然一下就跑了 学长是过来帮我们救场 给我们当模特的 自己家的家属 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呢 不就是当模特吗 我也可以 走呀 反正我们也缺人 您总要是来帮忙的话 那就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去换衣服吧 走 好可以了 辛苦了莫子 快点 快点 辛苦了 不会啊 等一下我们拍下一套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你活泼开朗 然后偏休闲一点 等一下 你干嘛啊 李思诚啊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干什么 他领带歪了 我给他调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 下一个要拍的是我 要整理也应该是帮我整理吧 李思诚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工作 你不可以胡闹啊 顾兮兮我可是你老公 暂时的 银总 可以就位了这边 去吧 不是 李思诚你那个眼神 你是要杀死谁吗 我要拍一种可爱 然后活泼阳光少年那种感觉很难吗 你就 这样 这这这样 顾兮兮 你不是说要当模特的吗 那你要配合啊 算了算了算了 他这个千年冰川脸应该是拍不出那种感觉啊 道具老师帮他拿一瓶可乐吧 这样啊 你想象一下 你现在在疯狂的跑步 特别特别热的夏天 你已经跑了三公里了 然后特别累特别热 热的都不行了 然后你还特别的渴 然后呢 这个时候有人递给了你一瓶又冰又凉的可乐 你迫不及待的把它打开 这是我在这里唯一一件手工衬衫 你这上面都见上可乐字了 不是 你想 我跑了三千米 又渴又累 突然间有这么一瓶冰可乐 那我肯定啪就这么一下子打得特别厉害 广告都这么严 是 你是帅了 那我衬衫怎么办 还我 又想骗我钱 想栽赃 多学几年 rer 人佐洱 WRK 你 陆 你 签 你 你 disruptive